您好,这里是三连视野 最新的消息是阿富汗总统已经逃出首都 此前有消息说他已经跟副总统宣布他们将要交出政权 阿富汗总统阿斯拉夫·加尼和他的核心团队 现在目前已经逃往邻国塔吉克斯坦 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塔吉克斯坦人 塔吉克斯坦也是阿富汗的一个比较大的民族 但是他没有普斯图人多 现在的塔利班就属于阿富汗的主要民族 或者第一大民族就是普斯图人 中文一般过去给他翻译成帕坦人 这是一个彪悍善战的民族 自古以来就是中亚的征服者 就是说他们曾经征服过印度曾经征服过伊朗 曾经征服过巴基斯坦 并且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 塔利班的发言人穆加赫德告诉IBC记者 说塔利班代表团已经到达总统府 目前正在谈判全力交接事宜 不过另一个发言人就说他们可能不会建立过渡政府 而要直接建立一个完全由塔利班控制的政府 据各方面的报道 塔利班武装已经于今天凌晨当地时间 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外围 而且已经有塔利班的武装人员出现在喀布尔的几个区 最新传来的照片显示 塔利班武装人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总统府 另一位塔利班的发言人还告诉IBC记者 说塔利班领导人命令武装人员不要武力夺去喀布尔 尽可能停留在首都外围待命 但是如果没有抵抗的话可以进入 为什么塔利班要发出这道命令呢 据信主要是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军回到阿富汗去帮助撤退 目前已有3000名美国军人 包括美国的王牌师 就是第82空降师 都已经降落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他们的目标是要帮助不仅仅是外交官家属 最主要还是帮助那些人过去为西方服务的 为美国军队服务的数万阿富汗平民能够撤出喀布尔 所以说塔利班其实还是很惧怕美国军队的 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军队的火力强大 即便是这3000名美军 也足以阻挡几十万塔利班军人的进攻 因为塔利班武装分子 实际上人说 你搞不清楚 有的一种说法 说有几十万人 因为他是全民皆兵 但是真正可能上前线能够远离家乡作战的 据说不到十万人 区区之十万军队 美军实际上只要派一些飞机带着急速炸弹 就可以很从容地把他们在开阔地消灭掉 以前这些塔利班武装分子 多半都躲藏在山洞里 山区里 美军拿他们无能为力 而且他们都穿着平民制服 这是美国军队以及北约军队在阿富汗作战 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识别谁是塔利班武装分子 当塔利班武装分子拿上枪的时候 他可能是个塔利班 但是他把枪一扔 或者找个树从角落里藏起来 那么他就是变成了平民 依据美国的道德准则 美国军人既不能向他开枪 甚至都不能盘问他是谁 所以说这是塔利班能够长期生成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双方的战争是不对等的战争 在这方面历史上有很多教训 比如说中共他一再号召全民接兵 甚至组织儿童老人去跟日本人作战 所以说如果说日本人在中国曾经屠杀过老人孩子 并且袭击过中国的平民称庄的话 那应该是双方都处在一种作战状态 也就是说日本军人当时在中国无法分辨 谁是军人 谁是平民武装 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向平民开枪 这种事情也曾经发生在美国内战中 当时南军面临着失败 很多人就是建议说我们要进行游击战 但是当时美国邦连也就是南部的总司令 著名的美国将领罗伯特里就曾经告诉大家 说我宁肯被绞死也不愿意开展游击战 也不愿意让平民卷入这场战争 因为那将使战争变得异常残酷 那也意味着北方军队有理由大规模地屠杀 我们的平民妇女和儿童 因为他分不清楚谁是敌人 既然你普通人随时都能抄起墙来作战 扔掉墙你就又做平民 那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说正常的人社会 不应该这种两种角色之间换来换去 或者的话会带来极大的麻烦 阿富汗的塔利班 总是利用这两种身份的切换来为自己渔利 这也是美军20年在阿富汗 没有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 没有消灭塔利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国际社会普遍都迷惑 或者说怎么也当不明白 数十万就超过三十万阿富汗政府军 花了美军上万亿美元的钱 至少数千亿美元的钱 为什么没有一点抵抗能力 似乎没有人开枪 没有人射击 阿富汗政府军拥有先进的装备 它的空军据说 就是美军花了数百亿美元建立的 但是他们没有开衣炮 没有射击 他们的武器是很好的 所以人们不禁要问 这个阿富汗总统加尼 还有他的政府都在干些什么 他的军队到底都在战野干些什么 我从另一个渠道到大的消息说 他们抱怨自己的工资不够高 他们抱怨美国以及西方的援助 钱都被贪污掉了 的确阿富汗政府最近这20年来 40%的政府开支收入来自于西方的援助 所以他们就靠在西方的援助上面 至于腐败 我相信这是专制国家的特性 就像中国官员腐败一样 它不是一粒两粒 它是普遍现象 阿富汗人的腐败也是普遍现象 看到美国人那么傻 那么真诚 大把大把的付钱 他们当然都乐于贪污 他们没有什么责任性 没有意识到美军给他们带来自由 他们应该珍惜这份自由 他们想的只是贪污腐败 弄很多钱 而塔利班的另一个因素 就是说它是能够崛起 是因为中共是塔利班的主要金主 有消息说塔利班士兵的待遇 相当于政府军待遇的好几倍 也就是说政府士兵可能一个月只能拿几百美金 甚至一百多美金 最早我看见塔利班的士兵 好像警察只能拿八十美金的月薪 但是呢 不不不 就政府军的警察 但是塔利班有好几倍 而且塔利班还有一项特权 他们可以进入居民家中 要求捐献 他们能够 甚至能够强取年轻的少女 这样呢就比这个政府军要 这个那个严格的纪律 较低的收入 所以说呢 阿富汗人觉得当塔利班呢 更有好处一些 中共呢支持塔利班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塔利班呢 是属于这个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在这个世界上 主要分布在两个国家 就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事实上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呢 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 他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在阿富汗的普什图人 这也是为什么本拉登当年躲在巴基斯坦若无其事 因为他生活在普什图人中间 普什图人呢 在巴基斯坦是一个强大的存在 而中共呢 通过他们可以安全的 不露痕迹的 把大量的军事援助 发放到阿富汗的那个塔利班抵抗者中间 也就是说呢 让塔利班的那些士兵呢 拥有大量的金钱 良好的生活待遇 所以说呢 他们能够重重拥有的在过去二十年里面 抵抗美国 因为他们只要想方设法逃跑 躲在山洞里 山区里 躲在城庄里就行了 而美军不可能 遍布于阿富汗的其他城庄 而阿富汗自己的士兵呢 只要给点小钱就收买了 这一次呢 阿富汗的这个普遍泄落呢 可能呢 一方面呢 跟这个塔利班的迅速 这个扩大队伍有关系 另一方面呢 应该说跟他们的收买政策有关系 因为塔利班手里有钱 他们会对那些军阀说 你们以前靠美国人生活 现在呢 你们没有了 失去了收入 OK 我们来给你钱 当然了 阿富汗人 当然这个塔利班呢 会先给他们一些钱 然后呢 包围他们 让他们缴戒 最后呢 有可能把他们的头目 给抓进监狱 从而解散他们的武装 所以呢 塔利班呢 是一个非常狡猾的 一个群体 我以前呢 分析过 塔利班 那个普什图人 与人类呢 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是一个 古怪的这个民族 他们呢 都是近亲结婚 他们塔利班的长相呢 都一模一样 而且他们生活在 一种上百人的 世事同堂的 大家族中 所以说呢 塔利班的这个 男男女女呢 都要绝对服从 他们传统的习惯 他们与人类 现代文明 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说呢 这也导致呢 塔利班 阿富汗呢 成为帝国的坟场 不管是大英帝国 还是苏俄帝国 还是美国 还是现在的这个北约 都在阿富汗摘了跟头 有什么东西 那边 太阳 有什么东西